位于综合卫生所4楼的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附设中和职能治疗所18号举行开张 治疗所是在102年提供门诊职能治疗服务 办理卫生局所委托的失智长者智能训练 而106年就转型为失智照护服务计划的失职据点 提供长辈延缓失智治疗 为了提升服务据点的环境 107年10月份重新装潢 终于在今年5月诊修完成 而职能治疗所可以提供长辈参与课程 从人际互动中让心情开朗延缓失智 并且接受治疗师的专业辅导 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失智的长者 那当然就是说他已经有经过明确的诊断的话 就都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也有一些延伸的课程 延伸的课程是针对一些亚健康的 就等于是说他初期有一些功能上面 一些轻微的失调或是障碍的话 我们也都提供这样延缓老化的一些课程 综合职人治疗所所提供的服务据点 希望能够协助长辈提升自我照顾的能力 延缓长辈失能 而对家属来说 是提供与卫教团体促成一个支持的网络 对于失智的长辈及家属而言 能在社区就近接受辅导治疗是一大福音 如果你知道家里的长辈 甚至于是邻居他的长辈 有一些些开始记忆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点点模糊了 这些大概有可能都是失智的前兆 就赶快的就近带过来 老店新开源源满满 活动是由失智据点的家属与长辈所发起的 煮了汤圆与大家一起分享 并且将对于据点未来的期望 长照服务 赋能训练 家属团体 友善社区这些图示挂上去 希望未来能够建立一站式的医疗与长照服务 来提供失智长辈与家属 并且打造一个友善的长照服务社区 中家新闻赵世渊卢秀娟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导